这是水和银石用亿万年光阴打造的节奏 这是人类极少涉足的未知领域 这是特殊生物组成的隐蔽世界 历尽千辛 探寻动到尽头 解密自然奇观 奇幻洞穴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国师生春 在大自然当中 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些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地方 比如银湖洞 蝴蝶泉 野象谷 机关山等等 人们看到这些名称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一些联想 蝴蝶泉边彩蝶飞舞 野象谷里象群迁移 这些有趣的地名 往往会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今天要说的石台县位于晚南 这里也有一个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地方 叫巨鼠洞 形状各异的洞中岩石 密集的蝴蝠群和不明昆虫 提醒树大的老鼠 这些画面是一位探险者在石台县巨鼠洞里拍到的景象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但是可以看出巨鼠洞里的生物种群并不单一 而且结构比较复杂 那么这个巨石丛生的洞穴有多深 为什么洞中生物种类和数量超出一般的洞穴 这些问题引起了当地科研人员的关注 石台县位于安徽省南部 距离省会合肥市约220千米 石台四面环山 秋浦河浩荡百里穿承而过 历史上曾是石台唯一的水运通道 资料显示石台县境内遍布大小溶洞 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茅区 近石台县中部的人里镇 就有溶洞十几处 位于石台县东部 距离人里镇约47千米的七都镇 就是考察队此次要探寻的巨树洞所在地 也是被探险者拍摄过的洞穴 考察队到达巨树洞的洞口 发现水流从洞口源源不断流出 汇入了附近一条更宽阔的河流中 这个洞口叫做巨树洞 向导介绍说七都镇水资源非常丰富 有多条河流从小镇穿过 丰沛的地表水会对巨树洞洞穴环境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踏着水流 考察队从扁原形 只有一人高的洞口进入巨树洞 开始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探秘之旅 我们要进入了 进洞后 是一条水深已经摸过膝盖的水道 现在我们缓缓进入巨树洞 队员们拱着腰 行进了大约200米 到达一个宽敞的洞厅 就非常危险了 闻到那个鼻子的侧面 我看一下这个水 洞厅的水已齐腰身 灯光下 潭水反射着幽蓝的暗光 增添了些许神秘气氛 队员们游到水潭另一端 顺着旁边的支洞口 又进入了另一条水道 这里三分之二空间都被水淹没 有些地段的水面高度几乎要达到洞顶 流出的空间 目测只有50厘米左右 给考察队员行进造成很大困难 动到尽头 凹凸不规整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由于通道本身狭窄 水面几乎没定 只有通过这个关口 才能进入洞穴内部 侧着也行 侧着过也行 侧脸过 反正把你鼻子弄出来 不能爬上过 不行不行 我等一下会坏的指示 不这样行吗 对 这样过 就这样假面过 对 就这样过去 现在又要钻动了 等一下我要反着油是吗 反着油是吗 可以啊 把你偷灯往上一点 拍不到你脸了 往上 对 通过 对 我们现在通过只有这种方式通过 因为这个洞穴太小了 一样面朝天的话 这样鼻子不会吸上水 与这段鼻子通道相连的 是另一个相对开阔的水潭 好在水潭并不深 队员可以汤水前行 此时有队员发现 洞中水流的方向 与考察队行进方向正好相反 这说明 考察队在洞中 是往高处送水前行 也就是说 洞外有水流不断流入洞中 那么巨树洞 会不会就是一个 常年有地下水充实的溶洞呢 如果这里完全是一个水洞 那么网友拍到的那些 生活在洞中的生物 又是在哪里发现的呢 看过很多洞穴探险类的节目 这个干洞探险 有很多未知和风险 那水洞探险 其实危险系数更大 全部充满水的洞窟 或者是通道 需要潜水 在顶部封闭 深度不可测 能见度受多种因素 影响的特殊空间内活动 一旦出现意外 几乎没法施救 因此人们把这个洞穴潜水 视作是一种技术性潜水 拿潜水手电筒来举例的话 需要准备足够的主灯 还必须有备份灯 以备主灯故障之后 洞穴当中水面下 仍然可以继续照明 总之 水洞探险的过程当中 会有更多不可预测性 那么在环境复杂的 巨鼠洞 考察队员接下来的探寻 将会经历些什么呢 从小水潜水潜上岸后 队员们踩着高低不平的岩石 继续在洞道中前行 所到之处 脚下都有潜水或者过腰的深水 终于干净千万不要划破了 虽然考察队对溶洞的规模 洞穴层数等情况还不好做出判断 但基本可以确定 巨鼠洞 直洞密布 小规模洞厅很多 就在考察队又进入一个小洞厅的时候 大家发现这里竟然是蝙蝠的聚居地 哇 这有一窝 蝙蝠一直在排断面 你看 而且这个旁边的石墨一定要处理 不要把一窝划破 或许是人类的突然进入惊扰了他们 成群的蝙蝠在队员头顶飞过 洞顶的蝙蝠更是密密麻麻 随行的专家说 蝙蝠是一种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 按栖息环境的不同 通常分为三类 洞穴型 房屋型 和树漆型 出现在巨鼠洞中的蝙蝠 应该就属于洞穴型蝙蝠 它们倾向于聚居在温度稳定 湿度较大 洞深为40米以上的洞穴里 并在其中繁殖和冬眠 专家特别强调说 一般情况下 洞穴内生物类群的丰富度 与蝙蝠的丰富度 成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洞穴中蝙蝠种群数量比较多 大致能够推断 这个洞穴中其他生物类别 也会比较多 咱去水通过 老后子赶快通过 看我的头领上 这全部都是蝙蝠的幼崽 这么多蝙蝠原来它们在哺乳 这里是蝙蝠的幼儿园 后子我们赶快通过 通过这个大舌头路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臂 杨差距寒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着手臂 ít Din 我们都知道 这溶洞中千姿百态的景观 是石灰岩分布区的占物 石灰岩岩层是先决条件 第二个必要条件 就是丰富的地下水 地下水流过石灰岩岩层 带走岩层中的钙 经过沉积钙化 历经数万年到数十万年 在流经之处 形成一些空洞 或者是石中乳 石柱 而在此期间 但凡有一年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 地下水流中断 那洞穴形态 以及洞中的沉积物的发育 都会受到影响 要么形状很小 要么就不再发育了 巨树洞中能够形成 这些较大的沉积物 表明这里的地下水 一直没有断流 不仅中年丰沛 而且岩层中 碳酸钙含量还比较高 那么这些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们对洞穴的构造环境 还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靠茶队进洞以后 潜行已经超过一千米 这种相当于地面上 潺潺小溪 和湾沿河流的水道 为什么在巨树洞中 有漫长而密集的分布呢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说 这些水道 因常年蛰伏于黑暗的地下 人类不容易看到它们的全貌 实际上 它们就是沿着地下裂系和通道 流动和排泄的河流 地质学上称为地下河 之所以这里的地下河 如此漫长和密集 因为巨树洞所在区域 是石台县断裂构造发育 十分强烈的地区 但是在最开始 地下水是沿着细小的裂系流动的 随着水流不断容时冲刷 裂系逐渐扩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下水量不断增加 流速加快 容时牵食作用日益加强 地下河的河道也不断变宽加深 队员们现在踏入的这些河道 或许在若干年后 它们会发育演变成可以行船的宽阔地下河和密 另外从河底沙粒的磨圆度 也能够推测河水的急速和激烈程度 正流下湍急水流 孔洞离水面虽然不高 队员们要通过却并不容易 这也让大家体会到了什么是激流险滩 跨过激流险滩 紧接着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一段高约五米的瀑布就在眼前 女队员独立攀上瀑布顶之后 其他队员陆续沿着瀑布两边的岩壁向上攀爬 这五米的高度虽然规模不大 但湍急的水流跌在台阶上 跌出了三级瀑布碟水的景观 全员到达瀑布顶之后 队长王林让大家稍作修整补充能量 这时一位队员发现 自己携带的拍摄仪器 因为进水已经罢工了 没有没有 经过短暂休息 靠插队继续着岩洞里的靠插 洞中几乎每一条河岛 每一个深潭里的水都非常蓝 常常令队员发出由衷的感叹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说 据鼠洞所在位置 正好处在长江中下游铜矿城矿带上 渗进土壤中的铜离子 被地下水带到洞中 地下河道和深潭中的水 便呈现出这样蔚蓝的景观 专家特别强调说 虽然这个水看起来很纯净 因为其中含有大量铜离子 并不适合饮用 进入大水道了 由来而神秘 行进到这里 已经看不到有新的制动出口 靠插队以为这里已经是聚鼠洞的终点 是到头了这边 但是顶壁好多中乳石 都是这种橙色的 队长王林爬到一处制高点观察地形 却意外发现 所站位置旁边竟然有一个没有水的制动 洞顶垂下的中乳石形状虽然很大 但是表面已经蒙上尘土 王林从一个小洞口进入另一条制动 他的眼前豁然开朗 在这个区域 不仅有形体巨大的各类中乳石 地上还有一片不规则水盆 边缘 这个人叫网友 评论 XXX 欢迎讨厌 感谢观看 大家知道阳光 空气和水是地球上生物生存所必须的三个重要元素 被称为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 其实在黑暗 湿度高 恒温的洞穴环境下 也有一个生命乐园 那就是洞穴生物的世界 比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蝙蝠 以及生活在水里的芒鱼等等 都是典型的洞穴生物 渡园们刚才看到地上蠕动的白虫子 学名叫马鹿 也叫千足虫 它是一种极致动物 也是洞穴生物当中的主角之一 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遇到危险或者是被触碰之后 身体会卷曲成圆环形 成假死状态 那么生活在巨蜀洞中的马鹿 有着怎样的生活细性呢 据洞穴生物相关文献的介绍 生活在洞穴中的马鹿 它们是洞穴生态系统中物质分解的初加工者 主要食物是凋落植物和腐植制 同时其他动物的尸体和粪便 也是马鹿的美食 因此在马鹿出现的环境附近 一般都会见到其他的物种 现在探险队就见到了马鹿的邻居 蝙蝠 队长在找第二层的动刀 队长王林攀上动刀之后 又有了新的发现 队员们发现 无论在水洞还是干洞 每一个洞道和洞厅都不是单层独立的 洞套洞 洞叠洞 那个顶上面好像爬上去还有洞道 看到没有 不太好爬 那么巨树洞为什么会形成丰富的多层溶洞呢 相关研究证明 第四季新构造运动以来 石台地区不断经历间歇性抬升 和地壳稳定其相交替的过程 在此期间 曾经的水洞变成干洞 周而复始的抬升 间歇 就形成了现在多层溶洞的结构 从禁洞到现在 探险队一直在水洞和干洞间穿梭 整个洞穴空间 除了蝙蝠和马路 众人还没有见到过其他生物 这就是我刚才下的这个小树井 现在我到底下之后 来 看底下 发现一堆骨头 在下降到一个树井之后 队员却在地上看到一堆动物的骨骸 让大家对所在位置产生了一些困惑 如果这里是洞穴深布 除了人类 又有什么大型生物能够进到这里 有队员推测 探险队现在所在位置 很有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深蓝的洞穴水 巨大的洞穴空间 复杂的洞道结构 以及数量众多的洞穴生物 展示了这个溶洞独特的发育条件和生态环境 或许正是因为它的原始状态 才成就了我们看到的无与伦比的溶洞美景 和洞穴生物安全的家园 探险队将这次考察资料汇总给当地科研部门之后 初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 位于江南过渡代和江南龙启代之间的巨树洞 因构造断裂的发育 演化成一个规模大 洞层多 沉积类型齐全的石灰岩溶洞 又因为温度 湿度等条件的适宜 成为一些洞穴生物栖息的家园 由于较少受到外界影响 这里的洞穴景观和生物种群 都保持得完整而且平衡 具有了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 可以说这是漫长地球演化历史的物证 也是人类需要珍惜和保护的财富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